新城乡长和立台分别慰问 因为地震造成房屋损坏 由县政府判定为黄丹的受灾乡亲 合计为三户 新城乡公所先引急难救助金 紧急补助一万元 协助乡亲紧急应变的使用 由乡长和立台亲自颁发 也借此机会慰问关心受灾的乡亲 目前生活的情形协助乡亲度过难关 新城乡长和立台分别慰问 因地震造成房屋损坏 由县政府判定为黄丹的受灾乎乡亲 后来现在4月3号 4月23号发生瑞士规模7.2地震 和6级以上的地震 造成许多房屋的损坏 新城乡公所谓政客以最高效率 巡查受损的住家以及建筑 有政策的统整交由 华人县政府指派专业人士 认定受损的等级 其中康约中 王健乡亲因房屋受损 经县府和定为黄丹 一家四口战屋居所 有新的将公所社会课协助收容 并且有向着合理台办法救助经费 非常非常的贫义 真的是重点 而且我们在幕演的整个工作 会上的迅速在一天半的当中 就把事情一样恢复 生活的风貌 以及更加改善的 募集来挣起经费 对于几度的受灾乎 我们也帮你自己为了一切的救续 也协助跟县政府 以及相关的慈善单位 来做清楚 协助和温度效应的工作 一万元 协助乡亲紧急应变之用 又向着合理台近日颁发 也借此维吻机会 也关心受灾乡亲目前的生活情况 协助乡亲度过难关